嗨 大家好 我是王猴 我現在人在 新竹福斯原廠認證中古車展示中心 今天他們新成立 請用剪 掌聲給我們的 The last meal outcome 福斯原廠認證中古車 新竹旗艦展示中心 上那開過 其實這裡的限制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爽 這是新竹嘛 這是他們第一家 進入到The last meal auto 3.0 的旗艦展示間 蠻明亮的 我覺得就是跟一般的那種認證中古車不太一樣 蠻新穎的 3.0 我覺得一點很重要的是 他們加入了數位的元素啊 就是在展間你會有一些 比如說像平板啊 你可以看車子 剩下的6家呢 會在今年度 建置完成這些數位化的東西啊 你透過數位的方式呢 你就會看到其他 也許更適合你的二手車款 中古車款啊 這些數位化一個非常非常大的特點是 他們有賣車平台 所以就是可以C to C 而且這個C to C 大家會想說原廠的這樣的中古車認證平台呢 應該會很麻煩 超級不會麻煩的 他們的限制我目前問到只有兩個 一個就是理所當然 他們是福斯嘛 你必須要掛福斯的LOGO嘛對不對 這是他們第一個限制 第二個限制20年以下就沒了 另外呢以前他們都是販售自己家的車子 什麼叫做自己家的車子 就是比如說像公務車啊 或者是展車啊 他們年限到了就拿到認證中古車這邊來販售嘛 但是現在不一樣 你自己的掛上這個LOGO的車子啊 你都可以拿來這裡做販售 他們原本只販售一到七年的車款 現在一到二十年都可以拿來這邊賣啊 所以他們買台氣候 可以 然後他們會有建架師去幫你建架 然後在這邊做販售 人事務很重要 而且他們檢測費現在是免費的 那如果過這段免費時間 他的檢測費是一千多塊 但是也許他們會說 基本上是說十月底嘛 但是也許他們會延到年底這樣子 我覺得這一點真的很不賴啊 再來是他們有一個八大的保證 在我後面 對還有一點啊 忘記講 他們沒有收那個平台費喔 我覺得就是蠻猛的 他們並沒有收平台費 因為他們說法是 就是沒有靠這個賺錢嘛 所以就希望讓這些中古車的市場 可以更活絡一點 好啦我今天影片差不多就到這邊結束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歡迎幫我按個讚訂閱還有分享 如果有什麼問題或是想跟我聊聊天呢 歡迎在下面留言喔 網紅去哪裡下次見喔 拜拜